連夜大雨 溪水暴漲 遊客受困野溪溫泉 救援行動 因為水流湍急 一度現象還生 看到這三個人 還有一個在下面的沙洲 全台風露營 已經成為最受歡迎的戶外活動之一 但野溪露營卻經常有意外發生 到野溪溫泉泡完湯 因為山區降下豐沛雨量 無法順利素溪下山 被直升機救援接駁 去年下半年度 就有好幾起案件 都和降雨有關 警銷耳提面命 處罰前要先看天氣預報 如果已經在走行程 也要隨時注意天氣的情況 另外適當的裝備和體力 也很重要 慢慢來 抓緊繩索攀爬 腳下踩的不是鋪好的階梯 而是原始山路 一不小心就可能會滑倒 你確保個人安全 挑選紮營的地點也很重要 靠近溪流河邊容易取水 但絕對不能把營地設置在河灘河床或河谷 因為山區天氣不穩定 如果晚上熟睡突然下起大雨 恐怕連跑都來不及 華視新聞橫河李洪杰新立時報道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